关注国产芯片的朋友最近肯定听说过 AI芯片RK3568 RK3568是一款四核 64位Cortex-A55处理器 最高主频可达2.0千兆赫兹 它的功耗表现非常出色 采用动态调频调压技术 有效降低功耗 续航能力更长 工作更高效 此次想向大家介绍的 AI开源主板YY3568 正式以RK3568为处理器 支持边缘计算 Debian 10安卓11 同时做一款智能硬件 扩展接口不一样丰富 具有五路串口 两路iPhoneC和一路片 因此可以外接多个传感器模块 预留的MultiFi接口 能够引出三组总线 满足你的开发需求 此外 YY3568为大家提供完整的软件开发SDK 开发文档以及范例 技术资料 开发教程等配套资料 无论您是使用安卓开发 还是Debian系统开发 在官网上都有完整的教程 和应用开发指南 如果您想使用外设 在官网上同样提供各种外设 使用教程 更多教程 欢迎大家进入官网获取 也期待大家为我们提出宝贵意见 总的来说 YY3568是一款低功耗 小尺寸 接口和资料一样丰富的 AEI开源主板 适用于低成本 或AI开发的产品应用方向 可以作为无人机 机器人 智能家居等主控 如果您对YY3568感兴趣 欢迎前来了解